浪漫的夕阳情人节上午有100对情侣在三只的樱花树下勇吻宣誓坚真的爱情 而在嘉义也有一场接吻大赛 大奖是2万多块钱的大红包 不过市府规定一定得要吻得刚刚好 要是33秒钟才有奖金可以拿 难度相当高 结果竟然没人报回大奖 情人节当然得有接吻大赛 参赛的男友挑个最舒服的站姿 将女友一把抱起 要看看谁撑得最久 一开始大家还亲得浓情蜜意 只是随着时间异常 双手和双脚都不自觉地站抖 到最后已经不是比谁的爱意浓 而是比谁的体力好 怀中的女友越亲越低 参赛的情侣亲到满脸是汗 为了iPhone5大家卯足全力 第一名居然足足亲了30分钟 还可以啦 预估大概一小时左右 而嘉宜也有一场接吻比赛 不过比的不是谁亲得最久 而是比谁最准时 今天按的是几秒钟 32秒98 只要刚好接吻33秒 就可以带走象征爱一生一世的 21314元大奖 尽管最接近的一组 只差了0.02秒 可惜的是最后没有任何一组 顺利带走奖金 过分手 地面好想征爱一生的 最后一生的